下午停班停课 中午12点一到 国小学生准备回家 校门口挤满人 大人不顾群聚危险来接孩子 甚至还有妈妈叫受伤了 掰咖来把孩子接回家 因为台东突然宣布下午停班停课 让家长keep put put 根本措手不及 台东下午突然宣布停班停课 有些家长为了提早接孩子 只能临时请假 淋雨超不方便 一人撑一伞 校门几成鱼伞海 也顾不了什么防疫安全距离 怒轰县府更引发民怨 不方便 疫情来 你超过十个人 然后你看车子 来得满满我们也不敢开车来 县长脸书也被灌爆 骂声一片 是当每个家长都很闲吗 探数预测是五年来最猛强台 未雨绸缪都不懂 突然宣布停班停课 这样很好玩吗 还有网友调侃 直接叫县长绕半天 傍晚之后 我们的风力会逐渐达到停班课的标准 所以我们就提早宣布 下午的时候我们就宣布停班课 家长起扑扑 毕竟强台压境 早就知道台东会受影响 县府不贴心的政策 造成校门口超级群聚大乱象 让家长整把都会 记者王书宏 黄讯云 蔡双吉潘正贤 台东报导 刁虎杨